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以怪物造型設計和雕塑文明海內外 人稱異形天才的大師 九澤靖 就讓我們透過這支影片來一窺大師腦中那 狂野奔放的想像世界吧 1963年8月26日 九澤靖出生於日本新西縣立維市 現已編入長岡市中 小時候的他除了 角明與假面騎士中出現的怪人外 也十分熱愛歐美搖滾樂 從他在自己小學畢業經驗冊上寫著 長大後想成為Kiss樂團或是 修卡組織的成員來看 就知道他有多麼熱愛這些事物了 而這些喜好也深深地影響著他日後的創作風格 九澤靖的美術天分 在其高中時期便開始展露一二 其高中同學在自己的網誌是這樣描述的 當時的九澤時常在別人的課本上塗鴉惡作劇 以此讓人驚訝爆笑為了 不過那些被塗鴉的同學 大多在他壓倒性的話題下自殘心慧 不敢對他的課本出手還擊 而高中畢業後的九澤靖 並選擇就讀東京設計學院設計科 在1984年畢業後便開始以自由插畫師的身份活動 在1987年的某天 九澤靖在自家附近的書局閒逛時 偶遇知名機械設計師小英辰 由於當時的九澤算是他的小粉絲 於是主動上前攀談 兩人相談甚歡 最後小凌晨說了一句 有空可以來我這玩玩 我家在這附近而已 從此之後 九澤靖就經常過去學習雕塑和設計模型的技巧 更在之後成為小凌晨工作室中助手的一員 在單任小凌晨助手的期間 九澤和當時在Model Arts雜誌單任編輯的主股融資結識 兩人因在美術上偏好的風格相近而成為好友 同年 九澤靖在Hobby Japan Extra中 以製作由小凌晨所重新設計的馬拉賽模型範例 正式出道為一名模型師 並在之後於Hobby Japan雜誌中開設一個名為Creator Code的專欄 每個月至少會在其中推出一個雕塑作品 不過在此之後 小凌晨工作室陸續招募多名新人 也許是看著越來越多的心血家如浪 九澤覺得自己該畢業了 於是在1988年 九澤靖離開了小凌晨的工作室 又回到了自由接岸的生活 九澤靖的工作內容 除了插圖繪製和立體物雕塑外 他也擔任過許多影集和遊戲的角色造型設定 甚至還有出過漫畫 以下就跟各位聊聊他經手過哪些作品吧 如果你是一位假面騎士迷 想必對九澤靖這個怪人設計專業戶肯定不會太陌生 他於2004年開始 陸續在Blade、Captor、Denor、Decade中 擔任怪人部分的造型設計 其中最定印象深刻的當屬 Denor中登場的Imagine了 在那駭人外表下因個性產生的反差萌似乎戳中不少人的點 當時九澤靖也表示 沒想到Imagine竟然蠻受歡迎的 甚至大部分觀眾覺得他們很可愛 這著實令我感到震驚啊 除了特色影集外 九澤靖也曾替許多遊戲設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怪物形象 其中最能體現九澤靖對描繪生物構造水準之高的作品 就屬這款1998年在SEGA Saturn上所推出的Deep Fear 深海驚魂了 九澤靖利用他紮實的繪畫功底 而對生物構造的深刻理解 巧妙地結合哺乳類動物和節肢動物的特徵 使怪物的造型再令人感到害怕不適之餘 仍保有獨特的美感 九澤靖所設計或是雕塑的立體物都不深屬 其中較為大眾所知的便是其重新設計的《惡魔人》 和原創的《妮娜》這兩個系列作品 由漫畫大師勇景豪在1972年所創作的《惡魔人》漫畫 由於其黑暗英域的世界觀和獨特的暴力美學 使其在世界各地有著不少粉絲 此系列在連載結束後的半世紀中仍不斷推出 許多相關延伸作品以及周邊商品 1990年代 身為《惡魔人》忠實粉絲的 《九澤靖》和《秋葉原》的一家 玩具品牌Future Shark 合作推出了一系列《惡魔人》的 使得其在原本真寧的外表上 更增添了幾分狂野叛逆的時尚感 Mina則是同樣由Future Shark 在1990年代所推出的一系列原創設計吊卡盒玩 不過網路上不少中文圈的玩家習慣 將其於Yellow Submarine所推出的 Montress合稱為《怪物女孩》系列 此系列作品可說是完整地提現出 《九澤靖》的設計風格 大量的龐克搖滾元素 以及對於擬體性感的部分毫不掩飾的大膽表現 彷彿將人們內心深處壓抑已久的 對於生理慾望的追求給赤裸裸的具象化 讓人起初會因其過於裸露的外貌而憋過頭去 但將怪物特徵和動人少女相結合的這種衝突美感 又會讓人忍不住地想多看幾眼 這種在造型上對魚獵騎和美感界線的 精準拿捏正式《九澤靖》設計的神髓所在 如同其好友竹鼓龍之有本魚師的角度 《九澤靖》也有替自己設計的眾多原創角色編寫故事 並以漫畫的方式推出 分別是在1994年的《Phantom Core》以及2015年的《Dozzent》 兩本都是以Nina系列的角色為主角 藉由劇情帶出許多像是《FanQ》或是《掰掰》等 這些《九澤靖》之前在《Creator Code》專欄中製作過的角色 如果你是為對異形生物沒什麼興趣 單純想欣賞女體美感的老司機 那麼這本由《九澤靖連銅鳥山明》、《空山雞》、《二平免》、《桂政河》、《沙村廣民》、《四田客野》等 24位知名日本畫師共同推出的情欲藝術畫集 Beach's Life肯定能滿足你的需求 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 《九澤靖》和《竹谷融之》因為相近的創作風格和品味而有著非常好的交情 不過和《竹谷》在細節和真實感上的追求不同 《九澤靖》較注重在如何透過視覺帶給觀眾最大的感官刺激 在他原創的作品中 除了龐克搖滾的元素外 還有著許多像是人體改造或是SM這種一般常和痛絕連結在一起的 《追求愉悅的途徑》的相關配件 這也不禁讓人懷疑《九澤靖》本人是否私底下有這種有點危險的小愛好 不過他在日本網站Interviews TV的訪談中替自己澄清 不,那只是出於造型設定需要才添加上去的 就像是電影演員身上的道具一樣 舉例來說,我雖然覺得石資森張太郎先生在《機械人超金剛》中那些異於常人的角色們的造型 體有味道的,但那僅限於設計美感的部分 事實上我對這些事物並沒有特別的毫無 除了因作品元素而令人對他平時的生活感到好奇外 他也因那十足歐美系的設計風格而時常在訪談中被問起 設計風格是否有受到日本動漫的影響 對於這個問題,九澤靖給出了一個相當明確的答案 如果是說造型方面的話當然有 我也有不少喜歡的作品 不過在配色上,我最討厭日本動漫常用的紅黃藍三原色搭配作法 不管是不是為了小朋友觀看而設計的,效果都太差勁了 我認為這種配色方案十分的噁心 我比較喜歡美國玩具利用黃、綠、橙、紫等中間色搭配的感覺 乍聽之下好像他不喜歡三原色的樣子 不過九澤靜之後補充解釋 如果是像蓋特機器人那種簡約的搭配方式就挺好的 但如果是像那Sunrise超有名的某機動戰士的話 他那機題的配色我真的無法接受 據統計,九澤靜一生中所創作的角色數量超過1100個 這驚人的數量也在在顯示出他腦中的想像世界是多麼的廣闊無邊 不過也許是因其嗜久如命而導致的身體衰敗 或者是所謂的天才往往都會如被詛咒般的早衰 這位精通立體物製作和角色設計的全彩在2016年2月2日這天 因極性勝衰結果是享年52歲 雖然大師的生命戛然而止 不過相信他所設計和製作的那些角色形象肯定會湧流於世吧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有想看我介紹哪位人物還是對影片內容有任何建議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mistrz driven&字幕哇塞 未经议 在a